得知真相的浩子一直郁郁寡欢 而小杨也不知去向 浩子现在这一直郁郁寡欢的这可咋办啊 我也不知道啊 我听他说 他现在联系不上小杨 要不 你联系联系 我主动联系他 行行行吧那我试试吧 怎么样 等一下吧还没回我呢 他回我了 等一下我们去这找他 我们走吧 好 出座 浩子都已经把钱赔你了 你又退给他还是 为什么呀 因为最后我发现 浩子他真的很真丑 不想含得太累心了 他本来是不喝酒的 但是为了借钱 陪别人喝了一整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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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之前怎么没听他提起过 实际上我也没听他说过 那你这次为什么回来啊 回来是因为在博外知道你的身份 想回来找你复合的 后来又知道 后来又知道 附总有过有钱的弟弟 浩子他人真的很善良 我不是已经骗他 所以选择了消失 所以千年买真相告诉他 那你跟浩子道个歉吧 要不 嗯 我想想吧 那就算了吧 也挺没啥的 那你呢 他说他回来是图你什么身份 你什么身份啊 经历了 家人 他 他 败 划